路客限缩来台冲击台湾下半年观光市场 避免路客因素冲击明年大选 交通部推出三项措施 包含36亿元国旅补助 国际旅客增量方案 以及对观光业者奖励纾困 第一个当然是观光局升格为观光署 这个朝野很有共识 社会也充满期待 提出台湾观光政策白皮书 以未来十年要来达标 希望能够有2000万人次的国际观光客 不只补助还要推动三大方向 包含观光局升格为观光署 未来十年目标要拼2000万人次来台旅游等 但光有来客数就够了吗 消费力能够补足路客冲击吗 平均国外旅客进来的天数大概是在五天 路客进来的天数大概是在八天 所以事实上还是有一点差距 因为路客它的消费力 大概是东南亚旅客的三到四倍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政府政策 不要有太大太多的意识形态 避免让补助沦为撒币 拿纳税人的钱赌后特定业者 拼人次更要拼消费力 来台能贡献多少观光产值 日本旅客消费力最强平均日消费 219.35美元约7000元台币 大陆旅客约211.68美元 韩国旅客187.71美元 港澳地区则是202.31美元 至于政府主攻的新南向18国 平均日消费是165.8亿美元约5000多台币 路客其实在三年前那一次的整个紧缩之后 其他的一些负面效应就已经差不多释放了 不管是西进南进 那最重要是我们自己要上进 拼观光要自己上进 除了重金补助还得改善观光质感 刺激消费 验收成效全民紧盯 否则沦为撒币浪费的又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华语新闻宋军玉 徐国豪新北报导